一群雇佣兵闯入村庄 打算将这里的村民赶出家园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村民们竟然早有准备 随着女首领一声令下 双方随即展开激烈交火 一人躲在暗处偷袭 差点将首领干掉 虽然村民的武器落后 但他们占据地形优势 一时间雇佣兵也无法取得突破 但随着雇佣兵的支援赶到 村民们被打得节节败退 逃跑途中还不断有人被射杀 首领丧彪却不肯罢休 当即下达了屠村的指令 时间来到晚上 他们在村子里四处放火 所到之处没有一人能活下来 哪怕村民只是想救自己的家人 最终也难逃死亡的命运 整个村庄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而这惨无人道的阴影 都被一个女孩拍了下来 这些雇佣兵受命于中情局 专替他们解决一些脏火 由于一条燃气管道 被村庄挡住去路 政府想让村民搬离却遭到拒绝 所以派出丧彪一行人 让他们将村民赶走 只是没想到这次出了意外 女孩将视频传到网上 瞬间引起不小的轰动 他们的身份也被扒出来 中情局高层担心萤火烧身 于是找来指挥官大胡子 让他去秘密除掉丧彪 但丧彪也不是吃素的 他之前在中情局安插了内鬼 得知消息的他正准备撤离 可现在为时已晚 特种兵强哥已找了过来 他假装成路人来找怀孕的园丁闲聊 接着趁其不备将园丁迷晕 打开衣服一看 里面居然装着一把枪 强哥赶紧将情况汇报给总部 队长立即下令进攻 不料丧彪也发现了强哥 并对着他开始疯狂扫射 好在队友及时赶来支援 他们朝着庄园四处发射烟雾弹 为接下来的冲锋做准备 随后众人开始向里面突进 强哥勇猛无比 自己一人就干掉了几个喀拉米 结果却被楼上的小弟逼到死角 关键时刻狙击手发挥了作用 成功替他们清扫了障碍 强哥带人攻入内部 利用电机器将守卫制服 接着他们四处搜索丧彪的下落 最终在餐厅找到了他的父亲 老头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显然他是想牺牲自己保护女儿 这时指挥官大胡子赶到 他将手下支开后 直接干掉了老头灭口 此次行动虽然很顺利 可惜却让丧彪跑掉了 这让队长很是郁闷 不久后的某一天 强哥带着女友去旅行 却不知丧彪也在这趟列车上 女人摘下假发 撕掉脸上伪装的面具 接着取下隐形眼镜 眼神中顿时充满杀气 突然一个男人闯入 丧彪将他按在洗手池上 罩着脖子哭吃就是一刀 在将厕所门锁上之后 他装作没事一样返回车厢 通知手下开始行动 手下收到指令立即动身 他们来到驾驶室 在门上装好微型炸弹 直接将铁门炸开 丧彪二话不说冲进去迅速干掉了司机 接着拉下紧急制动 列车就这样停在隧道里 随后他又按下报警按钮 指挥中心以为发生了故障 立马派出消防员前去营救 却不知消防员都是丧彪的手下假扮的 原来丧彪是替中情局做事的雇佣兵 结果任务完成后遭到泄墨杀驴 导致他的父亲惨死 这次他是回来报仇的 他们先是将隧道里的监控全部破坏 让指挥中心无法掌握他们的行踪 却不知特种兵强哥也在这趟列车上 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顺着隧道一路查看 很快就找到了丧彪的小弟 强哥一炮子放倒一人 捡起武器和对方展开辐射 无奈对方人数众多 他只能边打边撤 并关上铁门砸坏控制器 将他们全都锁在里面 可丧彪早有准备 他让手下装上高爆炸药 简单粗暴地将铁门炸开 巨大的冲击力将列车玻璃全部震碎 场面一时间混乱不堪 强哥放心不下女友 赶紧返回车厢寻找 丧彪担心他破坏自己的计划 立马派手下将其解决 他们将所有人控制住 却不知强哥趁机跳出车厢顺利逃脱 并通知队友让他们前来支援 与此同时 另一波手下架起钻孔机 利用遥控开始在隧道上方打孔 因为里面有一条天然气管道 这时特种小队也赶到现场 他们小心翼翼地朝着列车靠近 不料丧彪早已设下埋伏 手下躲在车顶发起偷袭 导致特种小队伤亡惨重 所以只能暂时撤离 正当众人不知所措时 丧彪却主动联系了他们 要求他们往自己帐上挥两亿美金 再准备一架直升机 否则就将天然气管道炸毁 队长提出让他们释放部分人质 丧彪答应了 但必须让指挥官亲自来接人 于是指挥官大胡子带着队长前往 没想到丧彪一枪干掉了队长 原来队长是他安插在中情局的内鬼 现在他已没了利用价值 大胡子还想反抗 结果自己反倒被控制住 不过丧彪并没有杀了他 因为自己的钱还没有到账 随后他放走了大胡子 大胡子回去后联系了高层 让他们把钱打到了账上 接着又调来一架直升机 并且在外面安排了狙击手 准备等丧彪出现将他们一锅端了 然而丧彪也不傻 他让同伴录下了两人之间的谈话 打算下车时连同中情局的黑料 一起传到网上 女雇佣兵让人质戴上帽子 打算混在人群中撤离 却不知特种小队早已在四周架起狙击枪 等他们刚一露面 立即就被人脸系统识别出来 随着副队长一声令下 几名雇佣兵当场领了盒饭 可指挥官在人群中并没有看到首领丧彪 特种小队只能先将人群疏散 原来丧彪之前通过内鬼提供的消息 已成功抓到了强哥的女友 此时正劫持着他女友进入了隧道上方 然后打开天然气管道 戴上氧气面罩 利用天然气的气压 坐上滑板车迅速逃离了这里 另一边的强哥在消防车上找到一罐氧气 很快也来到了隧道上方 与留下来断后的雇佣兵展开搏斗 强哥不愧为特种兼兵 几下就把雇佣兵制服 并摘下对方的面罩按到管道内 就这样活活将气憋死 随即他也坐上滑板车追击丧彪 与此同时 丧彪带着强哥的女友逃出生天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不料强哥又追了过来 这可把丧彪气坏了 他把刀架在女友的脖子上 接着按下遥控器引爆了天然气管道 好在人质已被提前疏散 可直升机被气浪掀翻 当场送走了指挥官和副队长 强哥也被余波震倒在地 总部高层看着这一幕全都压麻呆住了 丧彪为了拖延时间 直接刺在他女友腿上 然后转身撒腿就跑 看着女友痛苦的模样 强哥迅速脱下衣服为他包好伤口 再用皮带勒住纸穴 女友让他别管自己 现在抓住丧彪才是最重要的 强哥开着急跑赶紧跟上去 却始终不见丧彪的身影 就在他四处搜寻时 突然遭到丧彪偷袭 强哥的脖子被勒住无法动态 他一个过肩衰化解危机 丧彪起身用小刀刺进了他的大腿 随后两人一起从山坡上滚了下去 一直滚到汽车边上才停下来 强哥抱起丧彪撞破车窗 当场送他去了西北 故事的最后 丧彪之前拍下的视频被传到网上 钟情局的黑料因此曝光 高层为了挽回颜面 将所有罪名都推给了死去的指挥官 而强哥则与女友来到巴黎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电影也到此结束